汽車緩緩是入掃房間 在既定位置上 三百六十度慢速旋轉 環顧四周被數前之巨大水中物體 圍繞著 這是稀波財 跟著我們的步伐 帶您到全球罕見的 汽車電磁波實驗室 硬體的設備 就超過了一百萬樓岩 那還不包含 那麼這個儀器設備 像這些的這個稀波的 這個材料 那它是從歐洲 那麼原裝 那麼運到台灣來 豪雜百萬歐元打造 光高度就超過兩層樓 而這空間目的就是要實際測試 確保汽車所發射的電磁波 不會讓駕駛陷入危險 因為過去就曾發生過 汽車電子設備的電磁波過強 竟能受到干擾 而勾充的事件 我們可以從1米升到4米的高度 垂直水平旋轉 它發射的輻射出來的時候 會向各個角度發射 那我們要去旋轉這個桌子 以確保說我們有抓到這個東西 最大的輻射值 類似的檢測模式 但規模縮小 同樣利用天線垂直水平轉動 來量測各類電子產品的電磁波 手機 筆電 家電等等都使用 根據檢測項目不同 操作方式也有所差異 向著人頭模型各角度不停轉動 以瞭解民眾持續通話電磁波的強弱 而這機台中的淡黃色液體 則是模擬人類的腦漿 要瞭解人體對電磁波的吸收度 長時間使用手機對身體是否有害 另外這高低溫量測更是基本款 又不曉得產品會消往哪個國家 有可能是極端的沙漠氣候 或是南北極 從正70度到-20度都要掌控 電磁波會不會因此超標 這家電子產品檢測大廠 蘋果 三星 華為 華碩都是客戶 目前全球200個國家 都承認他們的測試報告 測試發展量 市占率 已經連續五年位置世界第一 在三十幾年前來看 電磁波摸也摸不到 看也看不到 那時候的儀器設備 等於說也是沒有現在這麼發達 所以電磁波的法規標準出來以後 那當然對台灣的資訊電子產業 就會有一定的影響 因為你要叫美國 你要符合這個FCC 而這世界第一並非浪得虛名 三十多年前電磁波還不被重置時 就開始扎根 從鐵皮屋地下室工廠起家 43年次的副董事長王興天 就是創始元老 原本在電子大廠工作 早一步洞悉電磁波檢測商機 跟董事長黃文亮兩人一同創業 校長肩撞中 大小事都得自己來 像水銀洩地一樣 可能的做電子產品的這一些廠商 我們通通去把它寄 DM都發過去 然後發過去以後呢 我們再去電話追蹤 大家對這個EMI電磁波的干擾 電磁波的技術 老實講在那個節骨眼上 大家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去的時候 被季節或被打槍的機會一定也很大 不諱言 創業初期 客源開發是一大難題 很多客戶都是挨家挨戶找出來的 變磁波的干擾 包括產品的安全性 然後包括你裡面有內涵的 這一些的無線網通 Wi-Fi Bluetooth 然後還有你手機的這個 我們剛剛講天線的檢測 這個變磁波的吸收力 還有所有的這個技術規格等等 這個非常的繁複 如果沒有經驗的這個工程師 實驗室的話 我想你可能做個兩三個月 都不一定能夠做得完 自身的技術層面 他們也是邊做邊摸索 一步步進化 做神級 從早期的IT 然後後來有ICT 然後後來有包括家電 等等這一些東西 我們都把它納進來 然後到九十年代以後 那無線開始就變成主流 你的產品來做測試 大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都不會過啦 那都不會過你就會牽扯到 你怎麼樣協助客戶 找出問題點 然後來幫他們解決這些問題 一站式服務提供各類檢測 跟幫忙找問題除錯 以達到符合上市法規的要求 一路走來檢測品項越來越多元 就連現在很夯的5G 也是拿手強項 全世界第一支5G手機 就是他們做的檢測 利用更多的這個天線 然後利用這個坡的這個 負型的這種方式 那麼可以讓它的傳輸距離 那麼可以更遠 5G行動通訊量更高 毫米坡檢測更是貼鑽 但他們早在多年前就超前部署 因為產品限量大了 我們針對這些測試 我們做的自動化的研發 所以我們測試速度的時程 大概只有同業的一半 因為我們可以24小時的運作 除了台灣有多處檢測試 中國大陸 美國矽骨 跟德國都有據點 因為全球化布局 一直以來不只是目標 而是重點 到目前為止 是不是最大值 一定不是 因為你行動通訊 到現在已經走到 從2G 3G 4G走到5G 那未來你可能走到6G 然後你在這個5G的這個時代裡面 你橫向還可以去向外擴展 你可以擴展到現在的這個 我們講比較遠端醫療 肉眼看不到的電磁波 成了無限的檢測商機 讓他們化身成電磁波殺手 看好未來電子科技浪潮不會退燒 世界第一這個地位 他們不讓 要持續站滾下去